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四指的定位 包括四指你的触弦的力度 离外弦的一个交替的使用 那么你在运功的过程中要注意 要平稳和连贯 尽可能的减少这种换功的痕迹 让整首歌曲听起来更加的完整和统一 那么现在由我来给大家进行一个示范 以这样一个速度 一 二 三 预备 起 一 二 预备 起 加油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示范的过程中也注意到了 如果想让这首旋律拉奏的更美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配合上之前讲解的柔弦 当这个旋律被你的柔弦揉动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旋律就变得更美了 那么在柔弦的过程中 我们肯定需要注意的是两手之间的配合 所以你的公子尽可能要平稳和扎实 然后你的这个柔弦要更加的连贯 动作要更加的连贯 让这个颤音 这个音能够更均匀的拨动 有一个很好听的音色 不要这个幅度不一样的话 你会出现这种 这种甩的这种痕迹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均匀的去柔弦 所以这个小曲子是对大家前期学习的一个检验 那么想把这首歌曲拉得很美的话 那我们去就是需要更多的去练习 练习自己的两手之间的配合 好了 今天这首小歌曲就先讲到这里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希望我的讲述对你能有所帮助 心爱的琴就在心爱琴 我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